也就是說許永明他說 我主動退出黨員 所以我就不用去紀律委員會說明 這個很明顯就是斷尾求生嘛 為什麼 因為他移去紀律委員一講 他講什麼都不對 要嘛他就全部都說謊 要嘛他講真話的話 如果牽涉到像是律書長陳志明 或者其他有幫他經手金錢的人 那怎麼辦 而這些內容 如果說流傳出去的話 就會成為檢調偵辦內容 所以遇到一個兩難 他這個這個場合 如果他講真話的話 這些話一旦被流出去 他們是會被辦案的 他們是會被檢調進一步作為罪證的 可是他不講的話 那就會變成說 這個這件事情沒辦法公開透明 然後影響他們黨的形象 然後最後解套的方式 就是說因為他主動辭掉黨員 所以紀律委員會也不開了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你 徐永明 你要辭去黨員 那是你的事情 那紀律委員應該要召開 不可能是說我要辭黨員 所以說我就不用釐清真相 因為徐永明走了 還有徐永明幫他處理這些人 黨中央其他人他還在裡面 那實在力量怎麼可以裝作沒事 然後不去處理這些事情 這完全說不過去 那黃國昌這個其實也是有很大的一個傷害 因為很明顯跟他過去的問政 這個風格差異太大 現在大家都在那邊說 你過去在那邊講說太離譜 太離譜 那個那個問政風格非常的強烈 那所有的那些圖 那些影片全部都有 結果面對現在這個事情 他就變成是說誤網誤重 語氣突然間變得很平和 這個起來 邱顯治昨天晚上他自己發文的時候 就講是說 那個過去時代力量這個風格給人覺得是看到黑影就開槍 所以如果這件事情是發生在藍綠身上的話 十之八九他們在過去的慣例也是會開槍 結果因為徐永明也震懾其中 槍都不開了 徐永明這個已經是不只是黑影了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黑洞了 然後結果你看到這個很大的黑洞 然後過去的那種正義感 那種憤怒突然間就消失了 這件事情也是讓人覺得是很匪夷所思的這個事情 那其實他們內部最大狀況就是他們溝通 是非常的不良 因為我也是有認識一些時代力量的一些朋友 在黨內的 像是那個陳志明 他最近還被爆出說做點高薪 那薪水比民進黨還要高 那當然這個還沒證實 那但是他去地方議員那邊走的時候 就是一副叫地方議員 跟他報告的那個樣子 那重點是說呢 他叫錢也沒什麼錢 然後叫人也沒點 叫點字沒點字 那地方議員就說 我與其跟你報告 我不如去跟選民做服務 那所以說他們跟黨中央跟地方議員之間 原本就幾乎是斷層跟沒有聯繫 然後所以說會有這樣一個退黨的狀況 也不是說非常的意外 因為他們彼此的互信基礎很低 所謂的本票 就是在這種互信基礎極低的狀況之下 一個非常爛的點子 當然他沒有實現 那可能就是其中一個決策委員信口 講到這個 那為什麼要 但是講了這個就顯現出 他們在政治智商上面是有所不足 因為這是已經傳出去之後 就變成說你是黑道 我們怎麼叫人家簽本票 我過去也是有去簽過本票 因為我去租車 然後去到一家 看起來就是很像黑道經營的 那個租車店 然後那個我就簽了本票 還好我車沒出事沒撞到 所以就平安的這個回來了 這樣 所以你其實大家本票有一些有些正常作用 只是在社會一般觀感上面不是太好 為什麼要保密要簽本票 就是說你以後洩密出去的時候 要跟你罰五百萬 罰五十萬 罰五百萬 要跟你罰錢 這叫政黨嗎 證明這個黨真的很缺錢 那就是說他們之間在互信基礎 搏入狀況下 他們很多人自己也覺得 如果紀律委員一召開 裡面可能有一些會嚴重傷害本黨生育的事情 但他就不信任會去參與紀律委員會的人 所以才會有這個簽本票的點子